國標舞鞋 對一般初學者來說 是難以駕馭的 不知道第一次接觸 國標舞的羅瑞誠 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覺 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穿了舞鞋 感覺好像我在穿高跟鞋 旁邊 前後 旁邊 旁,OK OK 是因為舞鞋 重心不是很穩 有時候跳的時候 會... 會拐到那種感覺 雖然透過不斷的練習 讓羅瑞誠 漸漸適應了舞鞋 但是對於陌生的國標領域 還是讓他摸不著頭緒 恰恰 喝倒 吃 吃 恰恰 好 好,到 都同手同腳了啦 其實老師教給我的每一個動作 我覺得前面練起來都還不錯 可是當我音樂配合上去的時候 我的拍子的那個節奏又不對了 三、二、三、一 五、一 一、二、三 三、二、三 五、一、二、三 這支錯亂 一、二、三、四 阿比仰要三、二、三、四 一、二、三 很困難的事情 有這麼簡單嗎 沒有 好 秉持著精神所致 驚實為開的羅瑞誠 能夠把他在主播台上 俏皮活潑的一面 反映到首次的國標舞上 用經驗四座的舞技 拿下今晚的MVP呢 一、二、四、三、二、三 五、三,二、三 三、二、三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Oh yes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Woohoo I love 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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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萬三感到OK呀 我這隻狗紅黑呀 還沒到 Woo 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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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oo 想做啊就做啊 Woo 做啊做啊做啊 W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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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柔柔才有搖泳車帶來的主模野風 eding不堪 嗯 這麼 larva 路